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公主圣马骨不应,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有一个麻风病的人来到耶稣跟前,跪下求他,说,只要你愿意,就能使我洁净。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就伸手扑摸他,对他说,我愿意,你解禁吧。 麻风病立刻离开了他,他就解禁了。 然后耶稣立刻催他走,并眼里警告他说,当心不要告诉任何人,只要给司机检查, 然后要依照眉色所规定的线上祭物,好像大家证明你已经是决定的了。 但那人一出去,便开始到处宣扬这件事,以致耶稣不能再公开进城,只好留在外边荒野的地方。 然而,人们还是从各处来到他那里。 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 为什么以前的人那么怕麻风病,或是什么病也好? 现在我们知道麻风病已经留得医了,以前是没有得医的,所以 怕如果中到就是真的是一条路走,不能再回头。 所以以前的人其实他们不太了解这种的病。 如果你看旧月,第一读经义,乐威吉讲到 当一个人中麻风病的时候, 每个人对对他说,你不接近,你不接近,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病是听主的惩罚。 因为那个人可能犯了很大的罪,或者他的祖先犯了很大的罪, 他现在是重。 但是没有,其实他们不了解。 旧月到耶稣的时代,他们的思想是没有改变的。 那些司机长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你怎么病也好, 就是因为你的祖先犯大的罪,还是你自己犯罪, 所以现在你要,你已经在自治,受苦。 其实,如果他们了解这种病,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样发生了。 但是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也不会这样说的。 难道如果每个人有这样的病,还是什么病也好, 难道真的是他们犯大的罪吗? 如果你看旧月,那么多人犯大罪,那些猎王也是吗? 大尾王啊,那些,哪个人都好。 难道他们犯大罪,没有中这样的病啊? 所以逻辑来讲,其实是不逻辑的。 但是他们只是怕。 原因为什么他们每次说,看到一个人,你要喊这个不接近, 不接近,是因为要告诉别人,要警告别人,不要接近这个人。 怕会传染到你。 但我们知道其实也不能的,不会传染的。 幸好现在有的医疗的,所以会没有那么危险。 但是当一个人,不管有麻疯,疯病还是什么病也好, 当他们听到这个字,不接近,不接近, 你认为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如果我们自己中,然后别人对我们讲, 不要靠近这个人,我们会有什么感受? 如果一个人中,他是有三种,会发生三种事。 一就是,他会开始讨厌自己,埋怨自己。 因为他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中? 为什么别人不中? 为什么我一个人而已? 为什么我会要给人家负担? 不如我自己死就好。 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不管有身体病,心理病也好, 可能有些真的是有这种的思想, 尤其是疫情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真的一个人孤单单没有交流, 我们也只有变成这样的想法, 就讲,我不如就不用活就好。 他就是开始里面好像变成两个人, 一个是想活的, 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他看到他很讨厌, 就讲你就是你害到我。 所以他跟他自己也是, 他跟他另外的那个一个自己就是有一种距离了的, 所以他还是就是把自己真的变成两个人, 隔离另外那个病的人。 然后第二个就是, 社会拒绝他们, 所以说你不要来这里, 你离开吧, 我们不要你在这里。 就是, 虽然他们就不懂, 不了解, 但是他们还是害怕, 所以讲, 最好不要来。 被拒绝是非常非常的, 很伤害的事啦。 因为我们人, 其实是属于社会的, 我们需要朋友, 需要人, 需要身边的朋友的。 当我们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时候, 其实是很辛苦的。 所以当我们被人拒绝的时候, 就是非常非常难过的。 所以, 第一就是跟自己有一种距离了, 第二就是跟社会有更大的距离。 第三的, 我觉得是最严重的, 就是开始埋怨天主, 开始讨厌天主, 说你为什么放我在这情况里,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 难道我做了什么大做吗? 难道服务你不够吗? 其实很多人也有这个问题的。 我也是听到很多这种, 当他们来告诫, 或者问问题的时候, 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 不是说我没有祈祷, 我有祈祷啊, 我去圣堂啊, 我去望弥撒, 领圣体等等啊, 为什么还会发生? 所以, 有时候如果他们, 真的开始这样子想, 他们就是继续这样子想, 就想就是开始埋怨天主了, 不会再想天主是爱, 而天主是坏的, 其实, 这些事我们也有时候互相乱想太多, 在福音里, 耶稣他说, 我愿意他伸出手就接近的那个人, 其实他不只是接近这个人, 他做的就是帮那个人跟自己那一个部分和好, 你想想, 如果我们自己病, 我们可能讨厌自己, 但是我们有时候不想讨厌, 但是自然的讨厌自己, 所以变成, 刚才我想说了, 有两个人在里面, 当耶稣解近这个人之后, 他就把这两个人合起来, 和好, 变成原来的自己, 所以他当他接近的时候, 就变成说, 你现在是完整了, 没有再两个人, 没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也是, 他接近过后, 那个人就是可以在社会了, 社会不会不再说你不接近, 因为他已经好了嘛, 所以就是跟社会和好, 第三最重要的是跟天主和好, 因为他知道, 天主已经接近了他,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求天主, 求很多东西, 当然这里也就是说, 我愿意, 并不是说天主不愿意, 接近我们, 还是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事, 我们不能说天主是害我, 天主弄到我这样子, 没有, 很多事就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正经里面, 就也有时候讲到, 好的事是由天主来的, 坏的事通常是我们来的, 所以, 我们可以求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知道, 当我们病的时候, 不管怎么病也好, 其实你不能怪天主的, 因为可能是黄金, 食物, 很多原因的, 你不能直接说魔鬼还是天主, 没有, 不逻辑的, 因为如果是真的, 自从他来的, 他为什么不帮我们,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也是有这个责任, 帮那个人和好, 虽然他自己也是可能讨厌自己, 还是朋友, 家人, 叫有拒绝, 我们有这个责任, 帮助他, 有时候, 其实不用帮很多的, 只是有时候, 听他陪伴, 为他祈祷, 那就好,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 只是需要我们的爱, 去爱他, 真的用心去爱, 陪伴他, 陪他一起走, 当我们陪他走的时候, 他慢慢会发现,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拒绝他的, 当他能够感受到这个爱的时候, 他会发现到, 原来天主的爱, 也是存在的, 因为我们就是天主的爱, 我们是天主创造出来的, 跟他交双一样, 所以如果天主的爱是爱, 我们也是爱, 我们把天主的爱就, 传给每一个人, 让他变成一个完整一个人, 所以我们要祈求天主给我们力量, 圣神给我们恩宠, 一直带领我们, 不断地去爱每一个人, 我们的圣医会的圣女大德兰也是讲得很清楚, 每一个人我们都要去爱, 我们可能不喜欢, 但是还是要去爱, 那就是证明, 我们一直会跟着天主的诫命, 就是爱天主, 爱令人, 我们要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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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a proper name it's called hanssen's disease so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old days because there is no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medicine or biology or our physical structure so whatever people see manifested in the physical will be feared upon because they think oh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this must be god punishment upon you so and this one will if i if i come near to you i will also get it so people don't understand which is why when they see this kind of thing imagine you have spots on your skin of course people think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even for me when i had my eczema i had rashes all over my my hands and feet you know some people thought i had std or something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like come on that's not logical but the thing is this what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y are afraid of and which is why they are afraid that it might be contagious so in the old testament when he says unclean unclean it is to tell people not to go near them in case you get infected and this creates a separation from community now that now what i pointed out in the chinese hominis now is three things will happen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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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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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 called unclean being labeled unclean imagine that happened to you how will you feel you come to church people say unclean unclean don't come get out of course we will feel bad we will feel like what's wrong and so when that happens we begin to ask ourselves what did i do wrong did i do something wrong and after slowly we will start hating ourselves because we don't like the portion that is sick there's always this tug of war inside of us the good one and the bad one we don't like that self which is sick we feel that it's a burden to ourselves and to everybody else and so that creates a separation sort of psychological separation of the two self and then you have the society rejection that distance is even further we are social creatures we need people around us when people reject us that is one of the biggest punishments that we can have because we no longer have human contact but that is the one that we really need to grow and the third one is of course finally is separation from god because we accuse god of not helping us or putting us in that position but none of these things are divine punishments all these things are biological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it can be caused by anything you cannot say that is divine justice or divine punishment no it's not and so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and see how we can help people come out of that situation it's not just about leprosy it can be anything people with cancer people with um um dementia people any kind of psychological emotional or physical condition we can help them to be whole again when jesus cleansed the leper he did not just clean him of his leprosy he made him whole again into one single person the person that they don't like come together and become that one complete person again and he restores the leprous leper to society bring him back into what is his right and restoring his dignity as a human being as a member of the society and of course finally to be made right with god to reconcile with god again and this is our responsibility as well to journey with people who have these conditions not to reject them but to journey with them to be patient with them to show that we care because how else can god show his love but through us if we are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 who is love then we should be that love of god to everyone else saint theresa of avila tells us this all must be friends all must be love we may not like the person but we still need to love them as god loved us and that is 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fulfill the commandment of love god love neighbor and so we really pray for the holy period to guide us to strengthen us so that we can receive the grace to carry out this commandment of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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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